头尾做法上其实跟我们前面的那个 这个这个的做法 其实基本上是雷同 蛮接近的 那只是差别就是说 我们用的是VBA里面的函数 然后找 不过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要往后找的话 在那个Essale里面是可以找第二个 不过第三个就不行了 如果还有第三个的话 你可能还在再一个 第三个 第四个第五个 那当然 这样子好像还是有他不足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还要继续往下找的话 如果用阵列的话 可能太复杂了 所以 那这个地方呢 我如果说我不用 用那个Essale里面函数 而是用VBA来做的话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先清除掉 我希望呢 按下它 它可以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它切割出来 那切割的部分的话 当然如果一个就切一个 主要应该会在第七列吧 如果有两个的话 那我希望把第一个头尾切过来 第二个头尾切过来 然后呢这个地方中间再帮我加一个换行 需求跟刚刚一样 头尾 这个是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 OK 类似像这样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VBA部分 这个难度比较高一些些 这里的话 我们会需要什么 几个概念一定要知道 第一个 一样用那个Essale里面函数 不过第二个就是说呢 当你找到之后 你势必需要往后找 因为找到第一个之后 你要让它往后找 那往后找一定会有头 找到的位置 尾 那你不可能说又从头找 而是从什么 找到这个位置再加一 继续往后找 有没有 加一之后 找到这个位置了 那这个位置 加一之后再往后找 直到找不到位置 那特别注意 如果说用那个INSTR的话 它找不到 它会返还给你是零 找不到了 零的话表示找不到了 OK 所以呢 根据这样子的逻辑 我如果希望写出一个 让它一直往后找的 这个程式的话 里面该怎么做 第一个也许你可以先把 原来的自算切割复制 贴到底下去 那贴下去之后的话 一般名称把它改一下 就是后面加上所有超连接 底线 我的习惯这样 复制上面的贴到底下 因为你不要把 直接来改 改了之后发现 改错了 这样回头 来不去 回不去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会把它复制贴过来 那有哪些地方 不一样 第一个 我增加了 两个什么 增加两个变数 这两个变数的话呢 叫做i star 1 指的就是说 我要找的起始位置在哪里 那预设值等于1 什么意思呢 这个指的是要找 前面的东西 那从什么地方开始找 从第一个位置开始找 找尾巴的 也是从头开始找 特别注意 关键在这里 do why 这个可能对各位来说 比较陌生 它也是一个回圈 loop 它的那个结构一定是 do why do就是去做什么事 why 就是一个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呢 当 这个东西不等于0 意思就是说 有找到 如果有找到资料的话 后面是个条件 如果它不等于0的话 那表示什么 有找到 那有找到 你就帮我继续找 那什么时候会跳零 当它等于0的时候 等于0的意思就是什么 当它没有了 找不到了 它就跳零了 ok 那这个其实我以前 很久很久很久 最早在写那个 全文检索的程式的时候 就用这个方法 几乎一模一样 比如说你要找一篇文章 里面出现几次 某个关键字的话 用这一招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就告诉他说 那个文章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你就一直找 一直找 这一篇文章里面出现 哪一个人的名字 有几次 你可以在这个回圈里面 出现一次加1 出现一次加1 最后再把那个次数 把它什么 丢出来 ok 那这里的话 我们主要是什么 要往下找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他会怎么找呢 因此一样 第一次因为是1 所以他会从头开始找 然后往下找 找到的时候 他会把那个位置记下来 F2 F2 对不对 把它记 所以第一次我想都跟前面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跟前面是一样的 那哪里不一样呢 串接部分 S等于S 那S第一次的话一定是空的 里面没有东西 等于呢 去切割 那切割的部分呢 这个跟上面是一模一样 也是一样 差别是后面加一个什么 换行 And 一个换行 那换行呢 在那个 Easell里面是CHAR 不过在VBA里面叫CHAR 少一个A 不过用法是一样的 再来怎么做呢 因为找到之后 你也希望让他往下找 所以呢 往下找 请你记住 这个地方 把原来的1 更新为 他找到位置之后 再加1 把他丢进去了 比如说145 这边从146帮我找 然后这个209 211开始找 然后他loop就要回来这里 回来之后 他会继续往下找 那如果说像第一次 应该你丢进来 因为他只有一个超连结 往后找 他找不到了 他会告诉你等于0了 等于0之后呢 他会怎么样呢 等于0哦 他就跑到loop 然后呢 就直接把S给输出了 有没有 然后输出之后呢 为了避免就是说 里面有残余的 那个字串 所以后面会加一行 把这个S里面呢 清空 等于空字串 清空之后 他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有没有 那直到好像第七列的时候 假设第七列 他应该会有之后的 所以他串接 串接之后 就加一个那个 换行符号 再串下一个 串下一个 最后的话 一样就再把它输出 所以这一个部分的程式呢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超里结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不管几个啦 反正他都会一直往下找 找到完全没有为止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会多需要知道一个所谓的 都坏的回圈 那这个难度比较高 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这个有些同学 对于这个回圈部分 基本上不是那么熟的话 可以参考 也许你可以 稍微了解一下 有时间的话呢 也稍微了解一下 都坏 记得是对应一个loop 这个跟4nets很像 不过4nets 它后面是给一个范围 从2到最下面一列 可是都坏 跟4nets的最大差别是 后面给的不是一个范围 而是一个条件 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才会进到底下的底下的城市 如果这个条件呢 不为触的时候 比如说它不是不等于零 再等于零的话 那就跳零了 OK 那我最后写完的东西 我也把它丢到那个云端上面 那各位可以参考了 因为这一段城市难度比较高 所以呢 我也有把那个 这一段城市嘛 放上来 而且 把我这一段城市 跟上面这一段城市 不一样的地方 也用黄色的那个 醒目的那个笔 帮各位把它 提示一下 那你们可以试着 把这个地方做做看 OK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 自算切割 如果 超连结不止一个的话 那怎么做 这个难度比较高一些些 提供给各位参考了 那这个也是 刚好同学问到的问题 然后 也需要把它做 那就干脆就是 好吧 就是 有些问题 干脆就直接 帮各位写出来 给各位参考一下 所以 今天这个地方 又多学了一个 所谓的那个 Do-File Loop回圈 那后面的话 记得就是 INSTR 这个函数 其实用到机会还蛮大的 以前好像蛮常用到这一个 可以搜寻什么 某一个 储存格 或者某一个 文章里面 有没有 某个关键字存在 如果有的话 你就把它写 甚至以后 比如说 到底那个 储存格里面 出现某些关键字 出现几次 你最后也可以把什么 把那个出现的次数 把它写到 隔壁的储存格里面 这样也可以做一些统计出来 OK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 做法蛮多的 各位可以针对 实际上遇到的状况 去做一些调整 但是基本的价格都一样 不外乎就是 回圈的范围 一定是Fornets 那里面的话 要让它继续找 就是Do-File 后面给一个条件 找到之后 让它继续往下找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各位可以试试 那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 旁边可以再登加一栏 什么呢 储存格内的超连结 有几个 你可以把它输出 也可以显示出来 到底算它的次数 OK 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好